仙人掌最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泥土潮湿而导致黑斧 你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这一颗仙人掌它的顶部呢 非常漂亮还抱了两个花仔 是非常美丽的 但是呢因为土壤潮湿的关系呢 而导致呢它的底部开始已经 因为细菌感染的问题腐坏了 这样子的话呢还有没有救哦 我们的答案是五十五十 因为呢我们发现太迟了 其实它已经感染到非常高的部分了 所以如果你要它停止恶化的话呢 其实你要砍一刀 但是呢我们砍的地方呢要非常的高 大概在这个部分的地方 要怎么做 第一点呢你们可以拿一个器具 可以拿一个刀片 但是呢尽可能的话为你的器具呢 做一个消毒的动作 这种生锈的话就尽量不要使用 你可以使用新的刀片 再用酒精消毒 然后呢为它做一个切拭 切的话呢要拿一个部分哦 如果是这个地方受感染的话呢 尽可能的切高一点点哦 然后呢当你整可切下去的时候呢 注意看它是不是绿色的 如果是的话呢还有机会 如果切下去的话呢是巧克力色的话呢 你要再切高一点点哦 切完了之后呢 在伤口石上呢放这个多菌磷哦 然后呢尽可能放在阳光充足 但是呢有风扇 对着它吹 如果一个星期之后呢 它的伤口呢没有继续溃烂呢 证明呢它有希望再生 如果呢它继续溃烂呢 接下来方法就是继续再砍 然后呢继续再放多菌磷 让它尽快可能干化伤口 这样子的话呢当干化伤口之后呢 你们也不要再种下去先 再继续溃多几个星期 确保它没有溃烂的情况下 你再把它放进潮土里面呢 让它重新发根 OK就算呢你把它砍到那么高的部分呢 它只剩那么少的部分也没有关系的 因为那些人长呢 它会在肚子生长 它会从旁边抱彻牙 也可能就是它的体型呢 会从那么扁 慢慢长得那么高 所以大家 现人长呢是无限再生的植物 你们不用担心 只要你会处理呢 你的多肉 你的现人长永远都是漂亮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